新丑年2021年提灯笼庆团圆 今天我们又去哪里呢 今次我们去三大市场买灯笼 第一个就是深水堡 荣街组称玩具街 由南昌街至北河街 一带有数十间玩具和精品专门店 所以我们一定第一间 一旦要走进去看看 走进中式的紫杂浦 因为农历的8月15中秋加节 家家户户食月饼提灯笼喜喜样样 给他 点赞 给他帮助 加距离喜剧 靠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踩着风火轮去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港岛区 走啦走啦 人太多啦 我们的镜头转向西迎盘站B1B2出口 由英国艺术家创作的女女爱爱 东南西北六幅浮雕画 是记录西迎盘和西区不同方向的街道 包括夏季的台风维修街道 中秋节的景况和秋天 游人穿上口衣 不找到街坊 带着小朋友买灯笼的开心情况 我们又要走出这个地铁站 去找另外的壁画 千万不要走开 港铁西迎盘站B3旗邻里出口 号称是艺术气息最浓厚的港铁站 樊家汉里的毅理房 所造成为 紐约、伦敦和首尔的壁画街 我们路径当然要走进去看看 这些壁画 香港中西文化交融古老的建筑 和摩天大厦交错成了 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稍后会走出小巷 准备去找我们的花灯 真是灯笼啦 走啦走啦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记得订阅我 谢谢 附近都还有很多壁画活化区 成为不少人的打卡热点 大家有时间去消闲 顺便尋找一个紙插铺 唉,真是惨了 走走走 原来只剩两间 我以前经过都有几间 真是买少见少了 我以前经过去 西营盆 港岛区 你可不觉得西营盆变化非常之大呢? 这条街 曾经整行整市买灯笼花单 非常热闹的 甚至新年的时候很多人来买的 但是 现在没什么了 我都要记录一下 所以我要走到西营盆了 大家看看 可能下次就没得拍了 走啦走啦 我又要踩着风火轮 去哪里 我们要过海了 好呀 元朗康乐路附近的大桥街市 里面有一条很出名的灯笼街 好了,我们先去看看 灯笼街 其实是街市里面 其中一条小巷的商铺 我们在街市门口已经到 一只大的肉套 和一些可爱的造型 哇,小朋友先去打个招呼 哈啰,哈啰 今天你会买不买到灯笼呢? 每年的灌香行都会挂起 千多个色彩缤纷的手造灯笼 但是进去非常之逼 简直没有路走 我只可以抬头拍下花灯 它的热闹情况 你猜都猜不到 人逼人 逼得好像金鱼 一个接一个 过去想选灯笼 简直走不动 我看现场市民选购灯笼 最大热门就是金鱼 羊肚和柏兔 我最喜欢哪一个? 哇,这个羊肚灯笼 真是很闪 这个花灯 都挺漂亮 但是 我的心目之中是什么呢? 你的心目之中又是什么呢? 大家 记得选心头号 再太多人了 我想再拍都没可能 听下多吵吵就知道 这个花灯笼 简直看到你 岩花花 又多 但我觉得是非常之有气氛 祝大家 中秋至快乐 不太多 有意外 这些花灯笼 我都想看 都创造很多新款的灯笼 但是 很多被人买了 要在网上订购 大家有兴趣 去看下Facebook 就找到新款的灯笼 太多人了 太多人了 我走去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 中秋节 都不能够忘记它 除了月饼之外 就有水果 好多谢大家 陪我一起 来旋灯笼 你找不找到你心头号啊? 好多谢各位